2019年,良心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再度刷新宝 倒剧口碑记录 贾静文在剧中扮演了历经丧子之 痛的女主角乔安 也因为这部戏的横空出世 令晨继台剧舞台十余年之久的贾静文 再次用演技为自己证明 因为该剧的人物被警投射过多 杀亲后的贾静文依然久久不能从剧情中完全抽离 哪怕是回归妈妈身份的她 在每天陪伴女 儿们的间隙也陷入了对于亲子关系的思考 近日贾静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面临着 不同的困扰 两个小女儿因为年龄上小 所以还能掌控周全 但是大女儿无同妹进入 了青春期远赴上海定居求学 身上有着同期少 女的烦恼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白 还总是有着要上大学等等诸多困顿 有时还会有点情绪化 但是在贾静文的育儿心得中 陪伴与爱适用 横的治愈药水 有原则的教育方式 与孩子多相处 都是贾静文育儿心得中的准则 在不久前的母亲节 无同妹还特意回宝岛 为贾静文庆祝 并送上爱心卡片 写出对妈妈满满的心意 虽然母女俩远隔两岸 但彼此心中还 是时时计挂 无同妹也坦言 虽然很想念家人 但也深知留在上海念书 对自己比较好 虽然母女坚常常小吵小闹 但感情依旧坚 不可摧 小小年纪的她更发愿 未来要买一间大房子 让所有家人住在一起 令贾静文感动不已 其实早在综艺节目 妈妈是超人三中 贾静文母女就因独特的相处方式 吸纳了不少粉丝 尤其可爱的二女儿 布布更是网友们看 这长大的 同时带着布布与波妞 两个宝宝上节目 从看似一百分的完美妈妈 到与女儿们签订 无临时日的君子协议 种种迹象可以看出 虽然贾静文与孩子的相处方式 十分平等 但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 如今 贾静文每日在微博上 晒出育儿心惊 并常常用文字和照片的形式 记录下女儿们的成长历程 贾静文认为 深怕一不留神就错过孩子们 美好的童年 女儿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自己与修杰凯所能做的就是给予女 儿们无限的爱与陪伴 无论是做妈妈还是做妻子 贾静文是中间 信的是从做中学 从学中做 加上老公的宠溺和理解 以至于贾静文年于四十 依然能够保持少女的心态 但随着女儿们的长大 贾静文和修杰凯也透露出育儿心得 遭遇了危机 并直言想要逃离现实 原来 随着女儿们的成长 贾静文深感育 而过程需要更多充实的精力 言传深教 才能为女儿们的成长 营造最好的环境 并和老公修杰凯计划 带着女儿们远赴国外生活 贾静文希望孩子们 能够通过体验不同国家的当 得语言和文化 获得更多的成长精力 不过 贾静文也由衷地表示 虽然逃离现实是最主要的目的啦 但有时候打破单调的规律性 让日常充满步 一样的挑战 这个决定不仅可以创造回忆 也能让一家人的心维系得更紧密 其实 娱乐圈中的明星妈妈不占少数 也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导致大部分的女 心在面临自己的家庭问题上 都显得捉襟见肘 贾静文不仅欲而有道 更能做到事业家庭坚固 这也令她成为了娱乐圈中 位数不多的顾家型女星 而她身上的努力型人格 也成为了粉丝们 对她钟爱的最大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